郭雪芙7日出席活動 月前在華燈出上第三季中 某一幕他穿著低胸洋裝的畫面 有網友放慢速度並調亮之後 發現他疑似漏點 製作公司和經紀人 隨後陸續嚴正澄清是網友惡意造假 而郭雪芙本人也在7日的活動中 首次親自出面回應 回應什麼 因為好像製作公司也有回應 說這是有人惡意作假的部分 所以我就覺得 那就這樣 因為一開始我們會覺得說 這個東西出來應該是要去找 那個流出來的人吧 因為這樣的人比較快 所以我就覺得 還好啦 就是看製作公司那裡怎麼做 那我覺得出來之後 他也是講說 是有人惡意製造這個影片 那我就覺得 大家也不用去穿越啦 對啊 因為大家都有定義 那心情好多沒問題 心情 最近心情 一開始出來的時候我覺得還好 因為我覺得 應該也是在鬧或是什麼的 但是因為身旁有人在講說 我就是覺得 一直在穿越這件事情 會讓我覺得 好像人家也會說 我都不介意 所以我都不回應什麼 可是其實講一講 我沒有不介意 只是我覺得這沒有必要的聊下去 這沒有什麼好關注的 所以當下那個劇組 其實防護措施應該都做得 其實滿完善的對不對 是 他們不是都已經說 這是惡意製造的影片嗎 所以就沒有這個東西啊 那我覺得最主要是 要去找這個有心人士吧 就是你怎麼就是做這個東西 或者是如果這是真的 那你翻拍出來 應該要找出翻拍的人